即使近百人同時連線槍戰對打 它手機整理的印象一樣是非常流暢穩定的 將模式調整為GT模式 螢幕增進力調整到最高 另外以前玩過絕地求生的朋友的話 建議可以回鍋體驗 因為現在多了最新的雪月異變模式 哈囉大家好我是收看 我是跟大家分享這六米13系列的遊戲手機 那上一次有跟大家介紹六米13 Pro 那13 Pro的話它是主攻拍照跟攝影 所以如果你是熱愛生活跟攝影的話 我覺得Pro的部分呢 它有很大的鏡頭的亮點 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考一下上一次的開箱 那這一次13系列的部分的話 主攻的是遊戲族群 因為它的遊戲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如果你是熱愛於手遊的玩家的話 這一台也很值得大家參考 那具體的情況效果 接下來的內容跟大家分享 太前我們先看一下配件的部分 好首先六米13 一樣有分3和13 Plus的兩款型號 那配件都是相同的 分別有手機組體 說明書 保護殼 卡針 數據線 以及充電頭 那兩款型號不一樣的地方 是六米13配置的是45W的充電筒 而六米13 Plus 則是80W的充電筒 那兩款皆有支援超級閃充 尤其是80W的快充速度非常的快 對於長時間投入在手遊的職業玩家來說的話 這樣的速度呢 才真的叫做快 好再來我們介紹一下兩款手機外觀 那在六手上呢 六米13是活力值配色 另外還有飛磁率可選 而六米13 Plus 則是榮耀機的配色 另外有無葉子可選 那也是比較主觀 大家可以自由的選擇 那比較大的亮點呢 再來機身非常的薄 六米13只有7.79mm的輕薄機身 重量也只有約194g 那在手上超級輕盈 長期把玩時呢 也不易讓手部造成負擔 握感也相當好 那本以為兩者會差不多 但細看會發現 六米13 Plus又更薄了 機身來到7.6mm 而重量也下降為185g的多 那機身薄的重量性不然是好 但玩家更摘的是散熱 那這點的話 六米13 Plus並沒有忽略 即使機身已經做得很鮮細 仍舊在內部能採用九層的散熱結構 與機器系列採用相同的VC剛化上結構 徹底可以解決手機過濾的問題 而且仔細看也會發現 它沒有塑料的支架 而是採用一體中框的設計 讓視野畫面感 可以更好更趨勁於玩家的需求 包含後蓋也是獨家定制 可以達到平滑貼手 2.8D等深圍區 大幅增加遊戲手感 輕鬆置底 那兩者螢幕呢 分別為6.72吋 以及6.67吋 解析度的話 都是2400x10800的FHD Plus 外觀配置的話 兩者僅有前後鏡頭與右側電源一亮鍵增減位置相同 其餘地方則略有不同 在6.13的設計上 卡槽設計在頂部 底部則是Type-C與耳機孔 而6.13 Plus 則是相反 頂部是耳機孔 而底部是Type-C與卡槽 雖然位置不同 但Ryu個人覺得差異不大 那兩台呢 皆有雙融式機的設計 以及採用相同的無線毫安電量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硬體配置 好 首先我們先看入門款的6.13 它配置的是聯發哥天玑6300 那是隸屬6奈米製成的8核心處理器 記憶體是8GB 最高可以擴充到18GB 那整體的跑分 Ryu已經實測過了 其實表現算是中規中矩 好 那遊戲體驗部分的話 這邊Ryu就以手遊追劇代表性的 百人大型對戰遊戲 絕地求生M來說 即使進百人同時連線槍戰對打 它手機整體的運行 一樣是非常流暢穩定的 同時Ryu也分享一個小技巧 就是你可以透過畫面的左側 較速即刻性能面板 將模式調整為GT模式 因為在該模式下的話 系統會將手機的螢幕更新率 調整到最高 同時榨乾手機的硬體 一來在高更新的情況下 每個走位跟動作 都可以掌握得更精準 二來當硬體釋放出最高效能時 也可以確保你在遊戲過程中 體驗是非常流暢穩定 不會卡頓的 所以如果你是講究極致遊戲性能的話 GT模式必定是每一把都要開的啦 再加上GT模式下 還有遊戲濾性功能 可以透過反轉身來辨識敵人位置 以及變身器系統 可以增加遊戲趣味性 以及沉浸模式等等 Rio個人覺得透過GT模式的補助與加持 可以讓遊戲表現出應有的水準外 也可以增強穩定你的遊戲手感 豐富你的遊戲體驗 加上手機本體輕薄 輕盈好握 兩兩加持下 遊戲的勝率自然不再花下啦 好Rio一補充一下 RioMIS3的 單看它的跑分數據 可能感受不到很厲害 但是實際上手感真的非常不錯 因為它整體的握感很舒服 而且剛才到現在已經玩了三場 大概已經快一個小時了 但是手機完全不會有熱的感覺 而且手感真的很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越玩越順了 我現在已經淘汰九格九的人物 還在跑圈 就是真的手感來講 很好的情況下 再結合它裡面有GT的模式 跟虛擬動態記憶體 其實手感來講 是真的可以提升非常多的 好那如果你的預算可以提高的話呢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 RioMIS3 PLUS 好因為PLUS的處理器 會提升到0822天玑73001 包含記憶體規格也有提升 可以從12GB直接擴充到26GB 這樣明顯的規格成長 也可以讓跑分有跳躍式的增長 好而且同樣具備GT模式的性能優化 在這樣的搭配下呢 絕對求生M的運行呢 穩定性又更好更優化了 即便是大型地圖啊 講究細膩跟圖像描繪複雜等問題 其實在RioMIS3 PLUS的呈現上 都是相當輕鬆沒有壓力的 而陳如欣前所述 手機輕盈好握 又具備VC的藝人系統散熱 所以在手機穩定流暢又不發燙的情況下呢 自然能夠大幅增加遊戲的手感 提高遊戲的勝率 好讓你不只是可以輕鬆的體驗各種遊戲大作 還能有高續航的價值來延長遊戲的體驗 好就這點來說即便多一點點的預算 我個人覺得也是相當值得的 好Rio實際上也有測試過其他遊戲都非常OK 只是絕地求生M的要求比較高 好所以今天呢 全片呢都以絕地求生M的遊戲作為測試的基準 好另外以前玩過絕地求生的朋友的話 今天可以回鍋體驗 因為現在多了最新的雪月異變模式 好還可以用這個狼人跟吸血鬼的形態 並且使用特殊能力 玩法真的非常的特別啊 好另外也補中一下6面有取得 德國來難得S級的電競流暢認證 所以整體的畫面跟操作體驗 都是有一定的水準 這點就跟它廣告的所敘述完全相符 主打就是一個月籍的概念 讓你用比較低的預算呢 能夠買到中高階旗艦機的登機 那樂愛玩手遊的朋友也不用花大錢 這點真的值得給讚 好那Rio個人認為呢 除了遊戲效能符合期待之外 它的螢幕也非常不錯哦 像SAMPLUS它的這個螢幕亮度 典型值可以達到600尼特 而它的峰值也可以接近到2000尼特 加上它的螢幕也有支援120Hz的更新率 所以對於這個手感來講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好再來就是除了遊戲以外呢 閒暇至於要拍照呢 也可以應用它手機配置的高畫素的鏡頭 那Rio Mix 3的部分 配備它是雙鏡頭的主相機 有5000萬畫素的OS主鏡頭 加上200萬畫素的單攝鏡頭組成 另外還有1600萬畫素的自拍前鏡頭 那錄影的部分它有2KOS的防震影像技術 所以不管是要應用在日常生活 拍照錄影或者是視訊通話等等 這樣的配置基本上都是相當足夠的 那Rio Mix 3 Plus的部分呢 則是應用了三鏡頭的主相機 有5000萬畫素的OS主鏡頭 加上200萬的單攝鏡頭 另外還有一顆1600萬畫素的前鏡頭 那不能發現呢 要用它來拍照取景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除此之外呢 兩款手機右側的訂閱鍵呢 皆可應用指紋辨識解鎖 包含前鏡頭也有主流的人眼辨識 讓手機入手後呢 解鎖的速度可以更快更方便 好另外手機還有支援IP65的防塵防水等級 所以不管是在家玩還是出外玩 在任何場所應用都不怕 它的防水防水等級呢 將有助於讓你的遊戲手機 可以延長更高的壽命 好再者就是3PLUS呢還有支援HIRIS 以及免費藍牙通話功能哦 個人覺得很實用哦 所以私心推薦預算夠的話 直上3PLUS是最理想的 最後呢就是兩款都是3選2的卡槽 好以及擴充機器最多支援2TB的超大空間 好那其餘的配置部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規格表的部分 好接著Ryo也分享一下 Ryo MIX 3系列定位是在遊戲手機嘛 所以想必遊戲的續航時間也是玩家在意的 那單看數據面來講 只有5000mAh的電量 大家可能覺得也不大 但是實測下來我覺得 它的結果是會讓人家蠻驚艷的哦 好那會這麼說是因為Ryo已經做過小小的測試 就是在滿電的情況下呢 打開絕地求生M 這種大資源的遊戲 那掛機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我就先跑去睡覺休息啦 好那起床之後呢 我又持續操作了幾個回合 發現它可以從清晨的2點47分 一直到隔天的下午4點40分才斷電 雖然中間有一段時間沒有操作 但畫面仍然開著 而且這個遊戲非常的耗電 所以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我估計它在全程遊戲操作的話 應該也可以超過10小時 所以我覺得這個續航時間呢 是真的還蠻讓人家意外的 好最後我們看一下它的手機介面 那配置的是Ryo Mi的UI 5.0的版本 那安卓的部分的話是14的版本 兩者皆相同 那手機設定內有很多豐富實用的功能 可以自由的調整 包含它的輔助功能內呢 設計都非常的實用 那下拉選單的部分 也可以快速的開啟各種實用的操作 以及剛剛提到的GT模式 可以讓你的遊戲體驗變得更輕鬆簡單 那這部分有入手的配合的話 建議都可以自己動手 玩玩看喔 好 當然我們講差不多該段落啦 基本上Ryo Mi 13系列 就是最大優點CP值很高 就是低價位給你中高旗艦的水準 這個遊戲手機我覺得它的好處就是 它的遊戲效能啊 還有它的手感來講都非常好 包含它續航跟軟硬體的優化來講 就是對得起它這個價位 所以我覺得以萬元手機來講 這一款應該算是非常強的 那這個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它相關照整個在影片的資訊欄 也希望大家都可以順心如意 用低價位找到自己理想的遊戲手機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